欢迎收听长篇小说《载质天下》,请听第759集,由于阳为您播讲。 广信隋城并不是中原腹地或是江南水乡的那种城房脆弱的城市,而是河北有树的尖城,是河北防线的前沿要地。 在对辽方列中,更是反攻入辽境的出发地,在河北西路是数一数二的尖城,不亚于同在边境线上的雄州城和霸州城。 如果要防守的话,李迅完全可以安然高卧,什么事都不需要操心,将事情随便交给哪个部将就足够了。 说起来,只要河北的城池都给修得跟铁桶一般,守将如果有决心坚守的话,没有几个月别想攻下来。 旧年的贝州王泽之乱,官军占尽了人力优势,城中叛军也是乌合之众,照样是费尽气力,用了近一年才攻下了贝州。 虽说此事跟当时河北军军力废尺,以及平叛的主帅军事才能有关,但也可见河北城防的坚固,而且贝州并非边州,不过是河北内地一中州罢了。 即便边境诸城,因为谭冤之盟的缘故,被禁止增修家住,即使修作城门,辽人也会前使来质问,可历任守将都会想方设法找空子,整修城防体系,而朝廷也不会为此而吝啬前两。 但这样的门手并不合理性的性格,就像他的说法,总得先试一试诚字。 宋贤,在我出战之后,你配合文通盘来守城。 寻城之事交给梁安国,若城中有异动,杀! 周和,习语,你二人率本部随我出城。 心情中,康照,你二人带锁部马军一并出战,选丰也随我出战。 李信几句话就将任务分派下去,其实一切都做了预案,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了。 一名名将校领命而出,李信回头对一言未发的通判说道, 现在犯我广信的辽军有万余计,如果我等不出城,他们必会分散开去截略乡里,只为百姓也得出城一趟,拖上半日也是好的,也能让更多的百姓逃生。 李信都说到了这一步,通判也没有办法了。 时军有多少把握,怎么才五个指挥,十兵一千六七。 李信笑道, 哈,我不会离城太远,不然被围住就回不来了,只是要吸引辽军来围城,人少一点正好调动,战事不随,退起来也方便。 还望使军小心为时。 要小心的是辽人。 李信沉稳的声音中充满自信。 越界两日,攻入广信军境内的辽军,已经清扫了隋城以外所有的村落,但前锋军中作为主力的六千兵马移越过边界,便直接压到隋城之外,驻扎在城北偏东最近的一处村庄中,遥遥压制住城中的守军。 两名主将,萧迪古列和耶律菩萨堡已经在小村子中歇了两日,纵然不去打草谷,下面的人不会短了他们身边的好处。 可两个人体内的血液已是躁动不已,恨不得能代替手下在宋人境内烧杀劫掠一番。 但来自耶律语新的严令,让他们不敢少有违密。 这一日,城头上古生大造,城外的辽军便如被惊奇的飞虫立刻活跃起来。 萧迪古列和耶律菩萨堡也立刻从安营扎寨的村庄中出来,就是北面离隋城最近的村子只有四里,率队抵近隋城,拿着千里镜望着城头上。 千里镜在契丹高层将领们手中也普及了,纵然从宋国流传过来的千里镜最似的也有五六百贯之多, 但也没有几个人会在这件事情上省钱,本也没有打算攻城,笨重康朗的飞船没有带上,但千里镜两个人手上都有一句。 终于是准备出来了吧,大概是想提一提士气吧,会不会有援军? 远探兰子马哪个都没有回报,这一马平穿,大鼓的宋军出来之后还能瞒得了人吗? 萧迪古列和耶律菩萨宝,你一句我一句的交换着想法,在两个人的望远镜中,隋城的城门中开,两列灌甲迟矛的宋军骑兵从城门中鱼灌而出,越过吊桥之后,在城壕外分裂官道左右。 隋城算是军城,城外并没有民居,最近的村落也在三里之外,一里之内连大一点的树木都没有,只有官道上还有一些酒家和停舍,只是已经给烧得干净,有着足够的布阵空间。 哈哈,两个指挥啊,站得倒是整齐。 耶律菩萨宝笑了一声,那些骑兵即是军阵的一部分,也当是保护列阵时脆弱的军队的作用,只是在他的眼里实在不知一体。 消敌古列也回忆不屑的一哼,哼,也只是整齐罢了,倒是甲不错,倒是一家一半。 行啊,这事儿好说。 耶律菩萨宝一口硬撑,还没有攻入宋境时,还有些提心吊胆,现在倒是一分一毫的担心都没有了。 他所在的这一支进兵顺利无比,最前面的都已经杀进宝州了,都不见有宋军出战,在边界上也没有人出来阻截,哪里还会将宋军放在眼中呢? 他们两个人可都是多次参与过争讨国中叛乱的战争,从女职人打到了祖部人,没有一个好对付的。 面对出战的宋军,萧迪古烈和耶律菩萨宝的视线,落点却是放在城头上,如果城上的防守稍有松懈,他们就要试一试能不能趁机冲入城中。 可惜,云集在城头上的神弊弓和极为显眼的八牛弩,让两个人不敢冒险。 紧接在骑兵之后则是不足,上下一身血量的铁甲连脸都给遮住,拿着长矛带着弓弩,已是分作两步,在两步骑兵外侧,列阵站定。 倒是光鲜。 耶律菩萨宝咕弄了一声,对宋军不屑一顾,但对他们的装备眼红无比。 鸭阵的是谁? 萧迪古列想知道谁领军出阵,两翼看起来已经站定了,只留下了中央的空隙。 一面赤红色的大道就在这时从城中缓缓移出,齐面火红,而边缘上则镶了一圈黑边,一个陡大的黑色转字文体的里字,秀在齐面的正中央。 在旗帜之下则是十几级骑兵以及一批部族。 辽军中起了一点骚动,能用上这面大道的自然不会是底层的将领。 啊,竟是李前霞亲自出来了。 耶律菩萨宝瞪大眼睛叹了一句,便回头笑道。 哈,要是奴,你家主人弟子的表兄出来了。 小名药师奴的肖敌古猎立刻反过来嘲笑回去。 菩萨宝,你不是靠那李前霞的表弟来保佑吗? 不知跟李前霞对上阵,人家还保不保你了? 没有药上菩萨,还有文书施力,观音,大事诸菩萨呢。 可要是奴,你可是人家家中子啊。 不闻菩萨都有亲吗? 开罪了药上菩萨,文书观音还怎么会保你啊? 两个人对视一眼,却是放声大笑。 萧迪古猎大笑着回顾左右。 你们说,是不是啊? 周围一片寂静,片刻之后嘎嘎如鸦鸣的干笑声,才一个跟一个的响了起来。 两个人身侧的部将和亲兵聪明的都知道要奉承,但偏偏笑不出来,却又不敢不笑,只能从脸上挤出笑来。 看着就怪,听着也怪,一下子就冷了场。 韩刚在辽国民间口耳相传,是药师刘立光如来,也就是药师王佛的座下弟子药上菩萨转生。 随着众斗法在辽国的推广,前信佛教的辽人,多有人尊称他一声,韩菩萨。 萧迪古猎小名药师奴,而耶律菩萨宝,更是直接把小名当成大名来用。 辽人信佛,药师奴,菩萨奴,佛奴,观音奴,菩萨宝,观音宝,这都是辽国国中极普遍的名号。 做小名的极多,沿用到大名上也有不少,就是在官场上也多有壮名的情况。 萧迪古猎,耶律菩萨宝,拿着民间的传言说笑,敬意不见半分,却是戏虐之意更多,自然是对理性并不放在心上。 契丹的娇横乃是一贯如此,对南朝的将领根本都不放在心上,尤其是前几年还逼着宋人割地。 西平六州的失线也不过确认了耶律于里是一个蠢货,而当地的头下军个个都是废物罢了。 只是下面的人不配合,比起上层的贵族,地位越低的百姓,越是对佛教前信,对韩刚也是更为的敬畏。 闹了个没趣,耶律于菩萨宝砸了砸嘴,看看依然拥在城头上的一派宋军,又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声。 可惜李信胆小得跟褶姑一般都出战了,还让那么多人守在城上坐肾。 自然是因为没胆子啊。 萧迪古烈心中不屑,笑了几声之后,脸色一冷,阴狠狠地问道,要不要杀过去? 耶律菩萨宝摇摇头,还是再等等吧,既然李信出战了,应该不会装装样子就缩回去的。 想问,尊管不可小觑的李信,跟在两人身后的是益州的兵马都监。 李信做了多年的将领,南征北战,陕西,京南,广西,河北,天南,地北都镇守过,打过的仗几十数百,杀过的人成千上万,不是普通的角色呀。 萧迪古烈立刻一声冷喝。 哼,想那李信,打的杀的不过是一些猪狗一般的蚂蚁,可有比得上我气单男儿的。 都能让男人欺负,哪里比得上我大气单? 脚趾头都比不上的。 众人皆大笑,纷纷附和,终于不在冷场了,一周兵马都监嘴唇动了动,也没有再说什么了。 跟随大道和李信同出的只有三百余人,却是个个高大雄壮,站在最中央的位置,气势硬是压倒了两亿人数更多的骑兵和部组。 当这一群人出阵就没有士兵在后,最后出来的是一辆古车,被十几名士兵推着从城门中缓缓驶出,一出城门,节奏徐缓的鼓声立刻就传遍四野。 鼓声不停,鼓车也没有停,随着鼓车驶上吊桥,刚刚站定的宋军军阵就开始前进了。 马军提着江省小碎步的前进,而步兵则踏着鼓点,一步步的徐步向前。 脚步声与鼓声会合一处,不见一丝混乱,每一步都震撼着旁观者的心神,从豪河边前行了百步之多,方才停了下来。 辽军的两名主将一开始还挂着不屑的笑意,可随着宋军军阵的移动,笑容也渐渐收敛, 到最后,出城的宋军前行百步,而阵列不乱,消敌古列和耶律菩萨堡的脸色全都变了。 兵法云,君阵有气,旺气可知强弱。 耶律菩萨堡二人自然不懂得什么旺气法,但能不能打,那是一目了然的。 列阵简单,但列阵之后,在进退中保持队形,难度可就要翻了翻地往上涨。 消敌古列和耶律菩萨堡纵然没有吃过猪肉,也见过猪跑。 十步一驻足,二十步一列阵,正常的步军列阵,绝不可能一口气向前走上百余步。 出阵的宋军总数不过一千五六,但这一千五六却绝对是精锐,军行如山岳,缓缓压了过来,甚至给人以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 大不大? 耶律菩萨堡低声说道,宋军军阵所处的位置已经越过了城上守军的保护范围,除了八牛弩,就连神臂宫都没有办法在这个距离伤人了。 宋军主动拖出城墙上的保护,看起来就是要堂堂正正的打上一仗,这边照理说也不能不应战。 萧迪古列犹豫着,列阵不战是契丹对宋军使的惯例,自尊心什么的根本不放在他们的身上,往石头树桩上撞,那是走投无路的兔子,不是青牛白马八部落的子孙。 但对面的宋军这时又有了动作,居于阵后一名骑手从马背上下来,穿过前方的军阵,静止来到阵前。 那面雪红的大道就跟在他的身后,同样从阵后来到阵前。 而在那骑手的另一侧,跟着一名身材高大的小卒,背着一捆镖枪,也是一步一驱。 当那名骑手在阵前站定,随行载后的大道被掌旗官用足了气力,一下子夯进了土中,其面烈烈随风,陡大的里字飞扬,城头上猛然一阵欢呼,连鼓声也陡然间高亢了许动。 辽军一方寂静无声,萧迪古列和耶律菩萨宝脸色阴冷,死死盯住那名金盔金甲的骑手。 一周兵马都监在身后小声说道,那就是随城主将李信。 李信的大道就在全阵的前方,他本人也立于阵前,身后三百亲兵前后分座五排,阵型远比两侧更为单薄。 在宋军的两翼,骑兵解灯下马,步兵倒是照常拿着神秘弓。 这分明就是陷阱的模样,但这个陷阱上的耳料却香喷喷的诱人垂涎欲滴,似乎只要一伸手就能将果子从树上摘下来。 李信的自信到底是从何而来,凭借这人数不过千五的精锐就能胜过数倍的对手吗? 一周兵马都监在后面开口。 李信精善飞茅之术,听说他在广信军中特意挑选了一批身高体贱的军汉,专门交习飞茅,号为选丰。 对面跟在李信背后的,似乎就是那选丰军。 萧迪古烈向后瞥了一眼,这名都监别的本事不知道,这包打听的手段倒是一流的。 不就是标牌手? 耶律菩萨堡听说过,宋军部族中也有拿着标枪盾牌的士兵,猿者投枪,进者挺枪直刺,遇敌用盾。 只有标枪没有盾牌,只攻不守。 萧迪古烈放下了千里镜,他没有看到盾牌,只看到被扎在地上的标枪如鳞。 以擅守而著称的宋军,放弃了盾牌,当然是有一份自信在,但落在撩人的眼里,则就是挑衅。 鼓声沉沉,出战的宋军只有一千五六,莫说鹿角,连巨马枪都没有,这是极为明显的挑衅,或者叫做挑战。 麾下大军尽万,面对远少于己的敌军,萧迪古烈和耶律菩萨宝不愿坠了自己的名声,何况随成主将出战,只要能杀了他,边界上的这一要碍将会唾手可得,功劳绝不会小。 不能不打了。 萧迪古烈猛一咬牙,若说精兵,我大辽也有。 对宋人的军阵,不想打那就直接绕过去,反正部族不可能列着阵去追骑兵,而若是想打的话,那就以重兵将之围困,然后如同狼群一般绕行左右,通过不断的骚扰和试探,消耗宋军的精力和士气,包围上一日半日,再强的军队也要崩溃。 萧迪古烈举起了手,招来了三名亲信将领。 说李芝,他对领头的年轻将领指着挣钱的李信,看到他了没有? 萧和李芝点头道,看到了,把他的脑袋拿回来。 是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759集,欢迎继续收听第760集。 中文字幕》